請特別注意,如果你有地圖的話 你第一次要先選下面這個 Create new 一個什麼呢 New Keystore 先選這個下面的 然後等到跑完之後 在你的這個目錄裡面呢 也會產生一個 比如說我剛剛是叫 Google map.keystore 對不對 那跑完之後 你還要再重新跑一次 第二次的話呢 你要選擇下面這個 Use it is keystore 就是在把你發佈出去的那個keystore再選起來 然後再把帳號 再把密碼給打上去之後 重新再發佈一次 這樣子你的那個地圖 在 別人的裝置上面的才可以正確顯示要變成要 有兩次的驗證 才可以正確 稍微比較麻煩一些些了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必須要選擇Exist 就是選擇第一次選擇Create新的 第二次要選擇 Use it is keystore 然後呢 其他部分的話都一樣 也是把你剛剛產生這個選起來 這個部分是比較特殊的 其他的話 剛剛有同學遇到那個問題 比較多的是那個 好像那個 R 參考好像會跑掉 不過我這邊好像 我剛剛看了一下 我這個是 沒有 還有就是 Eclipse 又改版 像剛剛有同學 直接到那個Google網站上面去 download 最新的 發現 他把那個是 Eclipse也通通包進去了 所以你們也可以再去 Google的網站去 download 最新的 開發工具 又不太一樣 可以試用一下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地方 剛剛 特別注意就是說你在跑的時候 可能比較容易出問題的就是 因為這個開發環境 比較麻煩就是說 他其實有 ADT 跟那個 SDK 兩個東西 那如果說你在升級的時候 特別注意 建議就是 盡量不要 你盡量不要手癢 然後就把它 把它升級了 像他現在我們裡面用的那個 ADT的版本 好像是用到那個20 0 1 然後呢 這個 有新的版本20.03又出來 那底下還有一個什麼呢 Pattern 2 這個是12然後14 那特別注意啊你不要把這兩個升級了 升級之後的話 你要把 舊的SDK砍掉 升級成新的SDK 不然如果你只有升級 上面兩個 底下沒升級的話 那你這樣開起來 就不能run 一直會出現一個錯誤訊息 很多同學都遇到這樣的問題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遇過 如果遇到這樣的問題怎麼辦 這個環境就壞掉了 建議乾脆什麼 砍掉 重新download一個新的 還比較快 這個環境很麻煩 因為ADT跟SDK 一定要同步 同一個版本 也就是說你如果你升級的話 請注意 你要把什麼呢 你現在install的這些東西 通通把它 uninstall 然後呢 重新再安裝一次 才會正確 而且你會發現 安裝非常花時間 因為 光download 你要download 非常非常久 除非說你是在那個什麼 學術單位 有些學校 非常快 但是大部分在家裡 每次光要 download 一個SDK 真的 等好久好久 所以不建議這樣做 有時候 乾脆怎麼樣 重新download我之前包的 拿來用 最快 不然的話 光等這個時間 你就已經等到昏透了 那 之前有一個問題 我去try過 如果你用那個 我們2.33的那個 模擬器 去run那個導航 有沒有 我們最後地圖的導航 如果你run那個sample 他會找不到 所以你必須模擬器記得 我用時機 是ok的 可以導航 而且你或者你用模擬器用最新的 4.1的版本的模擬器 4的版本的模擬器 也是ok的 但是太花時間了 光try這個 我就光download那個4.1的 這個這個SDK 就download半天 光要把它發布出去也花很多時間 但是 只是為了要得到一個 結果 就是 2.33的那個 部分是有問題的 ok 這部分的話呢 跟各位稍微做個說明 那其他剛剛好像有個地方沒改 這個R的地方 有沒有 這個地方 那 其實呢 還有一個 這個最後有一個 這個R的地方 也應該要改成什麼 sample 可是很特別 我在這邊 他會自動 因為Android的 Manifest改了 這個地方要跟著改 可是好像剛剛有同學 這個地方不會自動修正 很奇妙 所以 剛剛同學有找到 這個地方順便說一下 就是如果 你發生那個R 點那個東西找不到參考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這裡面 這個裡面也要改 所以你特別注意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 專案 新增 你要新增一個新 新增專案的時候呢 一定要記得 這個地方 這個 你在產生的時候 隨便打一個 他會自動出一個什麼 Example 務必要把他改成 別的名稱 那這樣以後就不用做這些事情 可是如果你舊的東西 是用這個方法 產生的話 那你 還是要修正 所以我剛剛講的部分 你就要知道怎麼修正 不然的話 你前面 要發布出去 就會有困難 那 當然有一些動作很快 一下就 閃過去 如果 不太清楚的話 我還是會發布到 YouTube上面去 那各位同學呢 再花一點時間 再做一些 一些的 研究 那這個當然很花時間 不過 這個收穫應該也會很蠻豐碩的 因為目前 App的數量 需求很大 但是 可以寫出App的人 應該 應該不算太多 那 盡量去做啦 那這個學期 因為 這個 時間 時間的關係 18週其實一眨眼就過去了 可是 感覺 好像還是意猶未盡 不過沒有關係 後續 我的東西 還會不斷的update 所以如果各位有 還有興趣的話 請密切注意一下 我的部落格隨時有發佈 發佈一些新的東西 或者 Follow我的那個 現在有Google Plus 隨時會有發佈新的東西 也會發佈 或者是甚至我的Facebook上面 然後 不要吝嗇隨時給我一些意見 或者你有新的發現 你也可以告訴我 因為像剛剛有同學 他如果 不是因為他的環境壞掉 他也不會去 download新的 然後他也 沒有去 download新的 我也不知道 原來 有一些新的東西 因為 你會發現 很多東西講一句話 才講一句話 有沒有 比如說哪個模擬器不能用 這樣一句話 你會發現 這個一句話要做很久 做很多的時間 做很多 做很多的 實驗 對不對 如果說你們有 自己發現一些 心得是我沒有發現的 請各位 也盡量能夠讓我知道 這樣的話 我也可以 把這些訊息 在 我上課裏面再補充給其他同學 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正向的把 Enjoy 這一塊 盡量越有個規模 各位可以發現 在網路上面 目前有 Enjoy 的分享 的東西 其實都很靈散 其實我的東西 比較起來 已經算是 比較有系統一點點 比較有系統一點 當然我還會希望做得更好 所以將來 也或許會用那個 App 的方式 再做一些把這些教學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我的 一些一些東西 內容的有內容的東西 可以把它放成 放在那個 App 裡面 然後 一些 Ideal 反正就是會去做一些東西 出來 好 那 再來剩下的部分的話就是輪到各位好要 給我一些東西啦 然後也看看各位 盡量去做 那有問題的話也在 再跟我講 我們可以再做一些的討論 那我想 今天的話主要是繳交作業啦 那 發佈的部分也 跟各位講完了 那剩下時間 也剩下不太多啦 所以 我想 最後大家 不曉得還有沒有 什麼樣 對這學期的課程啊 有什麼樣的問題 要 提出來的 有沒有 還是 沒有關係 之後還有機會 隨時保持聯絡 保持聯繫 那 盡量把這個Android run的更好 OK 那畫面還給各位 例子